忙着采收的还有新一项的葡萄 今年老天爷算是很眷顾 葡萄生长期间没下雨 降低了病害的感染率 这整个产量跟品质大幅提升 市场行情也趋于平稳 原本农民正打算减产以提高市价 但是听闻台风可能过境 还是忙着抢收 以免这心血全部都被一扫而空 一大车的葡萄都是农民 为了怕台风影响所抢收的 就怕被台风尾一扫 将他们辛苦大半年的心血就此毁掉 因为我们是靠天吃饭这样 这玩意很辛苦 所以现在有急着采收吗 有啊很多都抢着采收 怕台风来会坏掉 新一项的葡萄开始进入盛产期 因为在三四月的幼果期 台湾适逢干旱降低了丸腐病的发生 让葡萄品质比起往年提升不少 连带让产量也因此增加 葡萄要采收的这段期间 刚好也缺少以水 那对果实来讲 它就不会有裂果 而且它的甜度相对就会比较高 所以今年的葡萄 它的外观的品质 颗粒比往年还要大 它的甜度也是比往年高 所以它的 它包括色泽果粉的部分 整个外观看起来 品质比七年度 等于是我们这几年来 品质最好的一年 因为葡萄陆续大量上市 加上产量比起往年多 因此虽然品质提升了 葡萄却相当评价 刺激品的价格甚至下跌 因此今年新一箱葡萄虽然丰收 却让果能笑不出来 比较不大 所以说目前 我们这些葡萄品质还好 当然东西有更多 我说大家就 比较有点算得了 我想说 新一箱的葡萄 是跟国际消费者 做一些葡萄 对于卫生安全 以目前新一箱的 高品质的葡萄来讲 一公斤 大概是在 100到150块之间 每公斤 那再来 二级品的话 差不多在 七八十块 所以今年的葡萄的 这个价格 可以说是 对消费者来讲 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希望大家来到新一箱 一定要买我们新一箱 最好吃的葡萄 台风虽然只是扫过台湾海峡 但下一个台风昌龙 还是造成农民不小的压力 只好趁着天气好 干净采收包装 就连家里与邻居的小朋友 都叫来帮忙 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谢谢军营宣传线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